也就是說人 把人從地面上的國度 遷移到上帝國的國度 這是教會的使命 但是這個使命呢 那就有一個坑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坑 到底你要去完成 你在這個使命中間 我們無法完全完成 就要選上的 讓我有什麼樣的意象 來 現在問題出來 來 問題出來 來 我現在再跟你說清楚 我現在說清楚 不 我們會議 使命跟意象是不一樣的 使命跟意象是不一樣的 這樣來講 雅蘇 雅蘇 他叫做盡大使命 對不對 之後他給逼得 逼得有法度將福音傳遍和地獄 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他只能選擇 神給他的意象 向哪方面走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好來 同樣的意思 相對 讓我們有一個大使命 到底我們要完成 什麼樣的相對的使命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意象 這是一個意象 你知道嗎 好來喔 現在意象更有趣 意象更有趣 我現在讓你知道說 那個意象 我很希望你了解 像我最近在基督 我最近在基督 我們有不一樣的 我們的教會 我很願意今年 像我的意象 我有一個意象 今年我們能夠接觸到 一千個人 這樣來說 接觸到一個人 一千個人 我們期待今年的教會 有一個意象可以看見 就是當一千個人是耶穌 有可憐嗎 我問你 有可憐嗎 有可憐、有可憐 有沒有可憐 我來 那麼我看到這個意象 那我要通過 我們教會不同的群體 注意聽喔 我們不同的個體 不同的群體 因著我們的恩師不一樣 因著我們的特質不一樣 因為職業不一樣 屬性不一樣 我們要建造不同的群體 向外作接觸 這是意象 你知道嗎 我在說什麼嗎 來 我現在用比較簡單一點 我現在說簡單一點 請看你們在做什麼行業 自由業 沒關係 現在一直有自由業 有幾歲 五十五 五十六 OK 現在有這個人的特質 這個人有特別的特質 你是浩克 對不對 要講話 太太又很開心 又很會吵 你知道嗎 還比他 妖嬌這樣也好 OK 那麼你可以看到 像這種夫婦 你知道嗎 你不能叫他像國中生 高中生傳福音 你應該要幫助他 在整個教會的意向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接觸到一千人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幫助他們的夫婦 找什麼 他們同質性的夫婦 向他們來接觸來傳福音 你聽我說什麼 來來來 這是人家的事 所以 我們在看著什麼 我們在看著 我們在說 為了一個意向 來完成一個基督的群體 我現在再說群體 我們現在把小組 我們現在把小組 你現在把小組 小組 用這個名 好不好 小組也沒關係 小組也沒關係 來 我們一個小組 比如說千安一個小組 來 我再幾個例子 千安一個小組 因此他的特質不一樣 他的屬性不一樣 他的年紀不一樣 你知道嗎 而且他們是夫婦來信耶穌的 請問各位 他今天 能夠帶國中生來信耶穌嗎 你把他放在高中生可能嗎 放在大學生可能嗎 那麼可憐 可能性比較小 可能性比較小 不能說不可能 也許有一天 千安成為國中之父 有沒有可能 好來 你可以看到一個問題存在了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就是說 當你要 建造一個小組的時候 這個小組 這個意向 常常是非常難的 所以說 他本來就很困難的啦 沒有那個簡單的 我跟你說 以前本來就很困難 我跟你說 這是你先清楚一下 要完成一個意向是很難的 對我說這個很難的 很難的嗎 他 很難 就是因為他很難 我要完成他 我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來 你看 挪亞要完成一個 挪亞的船 有困難嗎 有困難嗎 有沒有很困難 來 亞洲開始要團圓 有困難嗎 有困難嗎 有困難 其實很困難 要建造神的國有困難 所以 義上本來就是 不可能中的是什麼 會可能 你如果剛才像我所說的 很投入 很專注 你沒有辦法完成 你知道嗎 好來 現在後來 他現在要找什麼人呢 他現在現困難 總是困難要有神的帶領 這是神的帶領 而且是完成神的託付 完成神的託付 你知道嗎 這要有很注意 我要說這樣 完成神的託付 這很困難 所以義上一定要基督 要有上基督而已 再來 一定要完成什麼 完成神的託付 所以他現在想說千安 來你看看 千安 他要娶的人是什麼樣的人 就是跟他同質性的 這些兄弟之外 這個人 第二個 你千安開始要娶人 要娶人的時候 他就要為這個人 負上禱告的代價 我先說 我先把這個東西 負上禱告的代價 要不要負上禱告的代價 要來 所以 我有感覺 你如果沒有負上禱告的代價的時候 這個工作 小組的工作 絕對沒有辦法 因為這是屬於的工作 這不是屬世的工作 我們常把小組 當作一種屬世的運動 我們好像來 只是來教導你 其實不是在做教導 是在做什麼 生命的分享 好來 那我回頭來說 今天 今天 當我們看到一個千安 他要去 建造小組的時候 他要付上禱告的代價 而且他本身 要符合我剛才所說的 要成為一個領袖的條件 他必須本身要 具備這些條件 還有一樣 他要找的 他要找的對象是誰 一定是很清晰的 我跟你講 你這個人是什麼樣的 所以你要了解 你自己 請你寫一下 我要了解自己 我知道我自己是誰 我要傳的人是誰 一定要怎樣 很清晰 來你看一下 馬太第十章的地方 我跟各位講一下 你看一下馬太喔 來 馬太第十章 來 馬太第十章 大家看到嗎 來 你看一下 來 那麼 我們可以看到 馬太第十章 好來 耶穌把 學生拆派出去 開始要傳福音 那你看看 好來 我們看第十章的地方 第十章第一節 第一節 我們開始來看第一節來 耶穌叫十二個門徒來 給他們全餅 能感觸污鬼病 醫治各樣的病症 他有給他全餅嗎 有 對不對 他給他們全餅 再來呢 你看到第五節 來 第五節來 來 第五節 我們一起讀來 耶穌拆這十二個人去 夫婦他們說 外邦人的路 你們不要走 上面的城 不要進 寧可進入 以色列迷世的羊那裡去 來 有一個特殊的路跟特殊的群體 有沒有 有沒有 要傳 你要建造小組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的對象是誰 來 請說清安 他了解他 知道他自己是 他是一個夫婦 他們夫婦的性格 之後他就要知道 最愛他負擔的人 對 特定的對象是誰 你聽我說什麼 今天我在房仲業上班 那我的特殊的對象是誰 就是黃仲業這些兄弟姊妹 再來是誰 就是跟我接觸的每一個人 你知道嗎 這是特殊的對象 對吧 要很 特殊的對象一定很清晰的 來 這樣再說 來 今天你看看 泰南大學的一個學生 來信耶穌 他的特殊的對象是誰 大學生 泰南大學的大學生 你不要給他說 你跟昆山的在一起 兩個人都沒得到 你知道嗎 要主婦也這麼困難 你知道嗎 泰南大學就是什麼 就是泰南大學 然後成大就是什麼 就是成大 有沒有特殊的對象 有沒有 來 再來 再來 你再讀下來 你再讀下來 來 來 你看 誰走誰傳 田國進了 叫他們傳什麼 田國進了 主題有沒有很明確 我們每次聚會的時候 主題要怎樣 要很明確 而且每次在做分享的時候 一定會讓人感動的 他不在做知識性的東西 而是在做什麼 生命性的傳達 講到神國已經進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耶穌在復活之後 他還要用40天來 教導上帝國的事 再次講上帝國的事 就是不斷要把人 轉念過來 你知道嗎 從地上轉念到天上 讓我們能夠過 上帝國的生活 再來 主題是很明確的 再來 他的戰術是什麼 這個方法是什麼 你看 他不是只有 有做主題的明確 他有很明確的人 再來明確的主題 他還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建設就是什麼 你看看 你看一下 來 你看一下第八節 你看一下 醫病 醫治病人 叫死人復活 叫長大麻風的捷徑 把鬼趕出去 有沒有 這是不是戰術 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個很快的方法 對不對 來 你知道嗎 你在社會社會裡面 你如果沒有這個戰術 沒有基督沒有戰術 你沒辦法 沒有辦法跟魔鬼爭戰的 所以在小路子當中 一定要有神奇奇事 不斷發生 你知道嗎 你有問死 沒有問死 神已經跟你全秉去相信你有恩事 跟我說一次 我有恩事 你有恩事 這真好緊 我說笑話給你聽 那自衛 你看自衛 我這禮拜是現在做健証 好 那 我第一次聽到我老婆 說他老婆在ICU 什麼病房 家庫病 不是家庫病 臨終病房 安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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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講話說得不好 他老婆就把他推 他推 說他推 怎麼 都常常打他聽 對不對 他每禮拜都要去 吃藥子做事 大疼子做事 要收聽吃藥子 這樣危險 很嚴重 真的很嚴重 真的很嚴重 現在 那天我跟他講 老婆 我痛 都沒睡 不知道要怎樣 我說叫他禱告 他再加五分鐘 跟他說禱告沒有效 還是去吃藥好了 我不知道要怎麼禱告 我不知道 我沒有在電 他都在他去哪裡 他發生APP給我 還有一個 五晚 就是整個五晚 就是這個五晚 他來收拾 他說 我就給他祈禱 他說他這面疼 要給他祈禱 之後 他是他好氣 總是 雞腾的才氣起來說 這面不疼 說我走我這面 這樣會嚴重嗎 他說 都聽這面 這樣忽然間 祈禱會走我這面 他說 他說 這修作是你一定要有明確的什麼 對象 明確的主題 而且呢 一定要有戰術 你知道嗎 一定要有戰術 再來 我請問你再來 你繼續了解就好了 你一定要知道 你在做小數的時候 你的資源是什麼啦 你的資源是什麼 這個問題就出來了嘛 來 請你寫給我 你的資源是什麼 請我說這句話 什麼 什麼來 沒有半行 沒有半行 他的窩固是什麼 上帝 對不對 來來來來 現在就是問題出來了 他要說叫哈欣人團隊有什麼事 叫他們出去 他們 敢給他們錢 叫他們都不可以帶錢 對不對 也不可以帶東西 也不可以帶錢 出去完全靠什麼 什麼 靠人交代嘛 你知道嗎 你聽到嗎 所以我跟你們道理要怎麼樣 交代吧 你來 換點面吧 這請注意啦 他說你如果靠一個 你如果開始靠世界時 你那個能力就沒有辦法彰顯出來 真的你就沒辦法啦 為什麼他一直要人 完全拚空 完全外科上級